作词 李宗盛 我建议正式开通频道会员功能 点击简介下方的链接加入 解锁更多福利 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 题目叫做 年过四十 你要停止对自己做的十四件事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四十岁是人生的一扇门 推开了这扇门 便进入了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没人可以阻挡岁月的流逝 但我们起码可以选择 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生活 很喜欢一句话 决定人生的并不是选择去做什么 而是选择不去做什么 年过四十 想要活得轻松 走得自在 以下这十四件事 是时候停止去做了 一 钱能解决的事少消耗人情 看过一句话 人情是开路的利剑 也是自负的剑 年岁月涨越能明白 人情债向来是一钱难还 小大给孩子拉票 往购砍价 大到借钱周转 托人找工作 一直这么消耗下去 哪天稍有不慎 彼此的关系就会岌岌可危 人情账户不是无底洞 感情再好 也经不起随意投掷 钱能胆听的是 尽量别麻烦别人 一旦欠下了 必要及时还回去 二 停止吃烂梨 有人买了香梨 天气太热 汗梨坏了可惜 于是 他每天跳两个最差的吃掉 最后竟吃了整整一香烂梨 很多人觉得吃烂梨这种做法很蠢 但我们却时常犯这样的错 正如德卡先生的信箱里说的一样 漂亮的衣服等等再穿 好玩的地方 要准备好了再去 总把希望寄托在以后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 生活没有了任何改变 余生很短 千万别总把最好的留到最后 享受当下及时行乐 有花看折 只须折 莫待无花空折之 每天每一天 才不负此生 三 告别不确实际的幻想 人在年轻时 大可以进行仰望星空 畅谈理想 但到了一定年纪 就要学会接收现实 脚踏实地 一夜暴富底层逆袭的故事 注定只能停留在饮品上 真实的人生 需要笃定地走 慢慢地熬 人到中年 我们终究要与平凡和解 却努力活出并不平均的模样 四 收尽的大方 少多管闲事 别多管闲事 不是冷眼旁观 他人的苦难 而是不要随意插手 别人的生活 世上有多少人 就有多少种生活方式 日子是笔糊涂账 我们能算清淡 只有自己的快乐与心酸 不管别人的事 是岁月沉淀的修养 做好自己的事 则是人到中年的智慧 人与人之间最好的状态 永远是 让你成为你 让别人成为别人 五 不要总是活在昨天 没有谁的过去 是十全十美的 也没有任何人生 是毫无遗憾的 过往的一切 悲也好 喜也罢 都已成为历史 一味执着于那些 无法改变的事 只会徒增困扰 功夫熊猫里 有句台词说得好 人不能活在过去 人要活在当下 昨日的太阳 晒不盖今天的衣裳 拼命回首的人 永远也到不了远方 往后余生 是过看淡 过往不练 才能当下不杂 六 听从内心 别再随波逐流 岁月就像一把钝刀 不知不觉先 就慢慢磨平了 曾经的万丈豪情 很多人在 昏昏噩噩中 早已像生活妥协 或成了面目模糊的 假以秉丁 于是 曾经坚守地 开始动摇 曾经相信地 开始怀疑 曾经嗤之以鼻地 开始接受 这样在随波逐流中 得过且过 其实是对人生 最大的辜负 无论什么年纪 都不要因为走得太远 就忘了当初 为什么而出发 七 不再试图取悦任何人 回首过往 我们总是操心着 生命中 来来往往的过客 却唯独亏欠了自己 没有人能做到零差评 总活在别人的眼光里 注定会过得疲累 一味地讨好 不仅武不热他人的心 反而让自己伤痕累累 人活一世 会讨好别人不算本事 能取悦自我才是王道 就像朱碧琳在 《七十岁感言》里写的 爱自己 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八 按下暂停键 告别无休止的忙碌 回首过去 我们就像 拧紧发条的闹钟一样 一刻也不得空闲 工作 家庭 生活 在分秒必争的忙碌中 错过了风景 也落下了灵魂 生活不是一个结果 而是一种过程 到了一定年纪 人生就需要按下暂停间 日子再忙 也要偶尔地停下来 感受心情的美好 享受生活的乐趣 给生命一个舒展的空间 才能积蓄力量 走得更远 九 远离虚心假意的朋友 时间永远是最好的 人心探测仪 到了这个年纪 身边的朋友 谁是真心 谁是假意 一看便知 那些有求于你 才登门的人 那些只会逢场 作戏的关系 该丢的丢 当剧的剧 人活一世 有不再多 吃心就好 情不在常 真诚之伤 与其跟不值得的人 虚以为舍 不如和真正懂你的老友 把酒言欢 十 学会认怂 别再挥霍健康 年故事时 你的身体 便不再只属于你一人 它是孩子的养障 是伴侣的依靠 也是父母晚年的寄托 对中年人来说 健康是一种责任 认怂则是最好的保健品 早睡早起 试读运动 一日三餐定时定量 少油少盐 少烟少酒 毕竟 再多的功名利禄 也抵不过 好好活着 十一 停止无效的抱怨 中年人生风雨扑面 没有谁的人生是容易的 面对现状不满 是你我的通病 但把抱怨当习惯 却十分不可去 暗脸怨气的人 没人乐于靠近 一味的抱怨 只会加深苦难 当生活给你刁难的时候 与戏怨天尤人 不如留着力气便好 不论当下的境遇有多差 唯有向上才是最好的 破局之道 十二 不跟别人比 好好活自己 人在年轻时 多少都有点爱同人攀比 一旦比不过 便会心生不甘 见识越多越能发现 生活这口大锅 我们看到的不过是人家的锅盖 他人的不一定都是珍宝 自己的不一定一文不值 世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人生 只有知足常乐的心态 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才是生活的头等大事 十三 戒掉老好人的心态 老好人心态是人际关系中 最烈的一味毒药 宁愿委屈自己 也不愿拒绝别人 付出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 结果却往往是吃力却不讨好 徒增了许多憋屈 很喜欢一句话 所谓好人 不过是人自己给自己 设立的一个圈套 年过四十 比起成为别人口中的好人 自己内心的舒坦 和手头的事情更要紧 十四 打消靠别人的念头 年轻时 谁不是遇到定点不如意 便四处倾诉 索求安慰 经历的越多就越发现 人心本不相通 世上没有感动身受 人生苦语里 能把你从泥泞中解救出来的 唯有自己 所谓成熟 就是接受了无人可依 学会了孤军奋战 生活的坎要自己夸 想要的人生 也要自己成全 其余人生里 毛不欲有去化身的我心 四十岁 其实是新的二十岁 从现在起 听着那些 无意的消耗和投资 轻装上阵 把四十岁当成 新的二十岁来过 才是对中年 最好的敬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会员朋友 夏和天 周美美 卢玉霞 敏昂黄 洪欣妮 王子芳 黛玉 Sweetbo 凯琳 NG惠敏 君君 舒英 李建安 对每篇的支持 欢迎留言 告诉我 你的感受 别忘了点赞 分享给你的好友 Facebook 也能和阿豪 私信交流 期待 与你相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